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到第二场 继续泥地 五班 千二 看看状态指数表 我觉得中华精神在晨操较好些 其他很多都很平均 先看看曝夜转变 4号 中华精神脱眼罩 重戴开封眼罩 日日够搓磅利 另外众星近日也加了鼻孔给他 金刚石脱眼罩 跑泥地加了防沙眼罩给他 先看看这个友谊之佳的试集 这位置是红运大师 后面是银子第七场 几个都值得看 友谊之佳 涉引试 这个骑电的组合 大家都近期可以重视多些 因为我见伟达有时都给多了马 涉引条 但外于他的造榜 他不能经常接得到轻榜马 不过他现在和伟达都多了些交收 劲力十足都是他 一直捉住捉住 只是均速的 所以保持同速 银子轻松 雄运大师就顺根 好 再看看他的单条 只是买一样的卖点四岁 这么年轻 下来五班 由今次 开始复货 他有一货半货 放缓了少少 小圈骑 但是后来做试买集 这只活力着势 回到来 今早也被潘顿去跳货 跳过不大问题 我觉得这个状态有作战水准 近期的试乘 不知道为什么都骑下去 好像不多 是的 所以都不敢给你看 因为人家又重化 都不知道可不可靠 好 接着再看看联胡章姐 这些也是回去重化 其实他是四平八正的 但是泥地 我真的不知道他行不行 是的 这只泥地是一样的 中华精神 有型声就在他后面没多远 那只有型声就是后备马 四场的R1 那只马也曾经有少少点操练 就差点了 这早集也不多 很早期 至于中华精神 试习完全没问题 一直咬住个好位 没断就相当轻松 追上来那只是杨帆顺峰 但我当作很有利 这个是他上次赢之前的集 那他都非常精神的 中华精神真的跳 拍摄 那只怪兽系那些 你说跳可以的 你马也没问题 外面那只 那你现在看看 还没有什么配件 要这样拍摄 真是泥地 如果你跟记录 那就大件事了 是的 这只东龙阵 今年也算他厉害 你看他去年出赛不多 但今年出赛 每次都在 他逼着难跳 也有礼牌 那都是这样的观感 僵口又差一点 僵口又差一点 他真的准到瘋了 好了 再看看日日救 那外面那只 你看外面那人怎么站 那只首饰传奇 就是 我知道不是跑马 不过你自己感受一下 那只马 应该有还是没有 有时这个判断很难 而这只日日救 是一只皮胜 比较有个性 特别一点的马 它可以是输到一条街 它突然摸到 如果它真的吃得起它 它可以赢你一条街 都可以 它是一只这样的马 因为它太聪明了 首饰传奇 应该有的 还有这只日日救 我看之前 有位外籍助手 常常都跳那位 很多时候都拿着鞭去提 那只马 可能这些马的性格 真的有点古怪 这次又扎起来 好了 看看刚才首饰传奇 不过说真的 只这样算 就应该要看饭吃饭 是吧 上次输的那些 你都不要当它有份跑 在那里游一下 这只就是电讯飞弹 名字应该前后倒转 后面二零九才是电讯飞弹 出闭慢了一点 去到中段 都有一点比 但是追不到那只八十八 是电子宝贝的 他又有次上名是那些濕泥 中性 我觉得这只马 有点不同了 他跳起上来 确实了一点 他不止跳烈火之前那些拍 都拍得多 我觉得他有点好了 好攻势 这些又是 幕内的掌相 款头 他就不是一只很特别 特出型格的马 跑支都不是那么漂亮 例如叫做会跑 会得上一下名 因为放在前面走 可能就是 这些真的 下场给你看过 赢过 跑得好 就是指飞拍档 外面有何不可 后面呢 就飙企飞 飙企飞 醒目涌区 这些 潘顿又很有心机去试 有些马 下场他也有心机去跑 而指飞拍档 那时我都觉得 上季 之前很久 墮过马 我以为你都很难搞 让他搞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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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就正常了 因为他年轻 跌穿了 穿了孔 这些分子 由这么低位起步 这就已经是证明了 是 持续第四场 那只 幸运胜区一模一样 两只马 都踏入五岁 才来过大爆发 但是赢了 但是神租的形态 我自己都给不到三只手指 他 就是我不想给三只手指 应该这么说 其实是有点急的 是 可以再慢一点的 你见到个beat都不高兴 好了 接着看一只金刚石 外面电换时代 后面还有信心宝 水星二号 在后面是龙城外象 我记得上一次 我们跑马地 那次赛事讲 都看过一下这只金刚石 我也奇怪了 这个集他直接没有眼罩 出集正常跳出来 他走到在前面 终于是没有眼罩 这个马有时没有配件 他试过直接输到 试集都 这个试集也给我有点惊喜 有前有后地回来 对 旁边很多马都要留意 他都试得挺好 跳下跳下 最近都是脚筷 不是那么讨好 但是这些马性在 你等到在前面 可能又不是近期谷草 你见得那么似的 他好像骚着骚着 好了 水星二号 那你考一考个集 不过这只马 都不知道他想什么 他突然之间 又可以跑得好 上一次又说 觉得动作 好像不是那么异常动作 水星二号 挺手精神 另一只后备马 这些都跑开 年轻力壮 他人不会很差 好了 来到第二场 五班千二米 这一组 如果单从状态角度 其实就不容易 选取哪些马好 因为我觉得四号的中华精神 即使健静 但是你一看他来地 过往其实很多骑士都试过 摄得好 跑得很有心 但是他真的来地是差一点 所以都没办 不敢选 其次就是东龙镇 也是回应刚才说的 例如他之声 都是用天鹏的马 所以这些值得 近开好的 又没断纜 就追着他 另外你说自非拍档 这些马 近跡都好像挺好 但是眼睛是觉得 热门 波剑士 相干凌口 含铁神操 这些这样的形态 我觉得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我未必会拼这些马 所以大家看看 合不合心碎 我自己是一般的 是的 所以有时 这些是神操里面 也都灌入了老 赛事里面 也都灌了个骑士 入个老 我都会的 绝对会的 因为你要衡量到时 那个赔率 会不会是 真的拉得很近 还是怎样 其实就小把马 比较好一些 我觉得 1 2 3 4 5 3 4 5那些 其实是很稳定的水平 是很fit的 3 4 5这三只 那你接着再想一下 2号马好像都有一些分 但是 唱不唱到在前面 卖不卖到来 就是又要计个形势 我觉得6号马 如果不是太热的话 是有得想的 因为6号马 是一只完全看不穿的马 我都说他以前有barby 又这样那样那样 那样价餐 一跳完走回去 搞来搞去搞好很久 我觉得他有性格 他就 踏对一条线 他可以赢到你一条街 就是这些 但是要有合理的分头 林祥你再去想想 第二场赛事严救过